大家好就是我們是那個空城現場然後我是王正祥然後這位是彥祥 這個標題就是介入空人現場桃園航空城開發洪流下地景周邊現場的 緩衝實驗與自覺行動是我們今年申請那個台灣當代實驗文化實驗場 就是空總大家就是所熟知的那個CLAB的計畫名稱 那就是我覺得如這個標題所展示的就是說開發其實是它來的太快太巨大 然後太忽視地景從一個農村的地景變到一個城市的空間 它犧牲了什麼然後這裡面的關係的裂結 對那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天野工作者或是說行動者或是說文化工作者 然後甚至有觸碰到一些可能可以稱作是藝術的方法 然後可以在裡面做一些緩衝的動作 或者說把一些消散的東西做留下 或者說讓它消失的慢一點 或者是說作為一個桃園航空城的開發議題 我覺得它是一個需要被公共化的事件 所以知覺讓大家應該或者說覺知可能會好一點 就覺知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我們認為都是重要的 所以它設計一個很積極公共參與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們是工程現場 然後我們的組成是在2022年5月 對 那個時候其實已經徵收完成 那慢慢的開始在進行拆除的工程 然後驗翔它是那個過去是在做影像 然後還有一些跨領域的創作 然後比較跟田野有關係 那它目前在就讀依跨所 對 那我是王正祥 我是中立人 然後以前住眷村然後也經歷過柴遷 然後我一直在做桃園皮膛文化地景的研究 然後還有跟都市發展開發之間的關係 對 那之前我在現場做過一些相關的行動 這樣子 在中立 對 這個是 其實我沒有在做書寫 那這個是書寫的第一篇裡面 就是我們全部書寫的那個 第一篇裡面在談到這個事情 就是我覺得我第一次被這個 我覺得第一次被震撼是這個服員工 就是我忘記哪一本書裡面有寫 就是當這個信仰跟廟的這個空間 如果都已經衰敗的話那人類的精神世界 應該就是準備要崩毀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看到這個情景的時候 我覺得很震撼 就是一間廟它是沒有香火的狀態這樣子 然後那些裝飾雕塑全部就是粉碎地 然後這些都是曾經過去 大家極力要奉獻金錢 甚至是勞力去 形塑的一些物件這樣子 對 可是在因為拆除的時候它沒辦法帶走 甚至要破壞它 那其實航空城的面積到底多大 其實我覺得好像很難去 讓大家有感覺 那大家都有跑過那個 國小跑道的那個草場大概200公尺 對 那一公頃 就是200公尺的跑道的草場 那一公頃大概就是2.1個 2點多 對 那這邊大概 徵收面積大概4500公頃這樣子 所以大概有9000個草場會消失 因為它的開發方式是 全部的把既有地景的 所在的東西 或是說既有的東西全部給抹掉 好像你下了一盤旗下到一半 然後被 那個旗盤被翻起來 就是消失不見 這個是官方的規劃設計圖 大概的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它有機場的改建 就是第三跑道在上面 那還有其他 不管是物流園區還是住宅區的一個規劃 那總計大概4000多公頃 4500公頃 這是官方更細緻的這個 功能分區的圖 那 對 裡面還有很多的住宅區 物流區 不管是工業區 所以它是一個全新的一個 產業加生活的一個地帶這樣子 這邊我想要引用James Kohner 就是他是一個地景學家 然後他也是一個警官設計師 他說的話 地景所包含深刻而親密的關係 以及互動模式 這些互動模式不只存在於 建築與場地間 而且也存在於 居住的型態 行為活動和空間之間 並且都跟時間息息相關 我覺得這句話他在講的一個意思就是說 地景不是只有我們看到的那個 那個形象而已 那個形象背後其實它牽動了非常多的關係 為什麼這邊會是城市的景象 為什麼那邊是農村的景象 他們的背後其實有不同的運轉的機制 在城市生活的人 可能都是到辦公室去上班 然後每一天可能搭著捷運到那邊 那可能住在農村的人 他們每天面對的是氣候 土地跟風 就是這些跟土地更有關係的這些因子 對那所以這些不同的行為活動 都是在這個空間之間 可是我們就是 可能沒有辦法在這些有形的形體裡面 直接的去看見 那這些事件 其實都是因為過去的歷史的堆疊 慢慢的形成而成的 桃園航空城開發現場就是一個 對我而言就是 我們不只看到實體的東西的消散 所以那些消散背後其實也有情感 文化關係歷史生活 各種 在都市開發的地景當中崩壞的血性現場 這個是現場的照片 那這個是當時 2022年的時候的朱瑋 第一次搬遷 就是那個時候其實大家領到了最多的 搬遷補助金 所以大家搶著要搬走 那大家的那個家當全部都堆在這個朱瑋街上面 對 然後這個是 後錯 一個就是在機場跑到頭 未來的第三跑到機場跑到頭的一個聚落 就是我們看到底端這個建築物非常的新 可是 他背後好像代表一個價值觀就是 好像多新的東西 都會消失 所以 這跟我們想像很奇怪 就是一台車可能可以開了四五十年 房子甚至可以住到一百年 可是在這個開發當中我覺得 他們在破壞這個價值 這個是五泉村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個住宅裡面 有一個非常豪華的一個 就是 有邊際啦 可是就是幾乎快無邊際的一個 泡澡的地方 那這個非常 就是非常 精緻的一個豪宅 可是在這個開發當中 他還是必須要消失 大家可能都是 我不知道大家的長輩有沒有誤農過 就是 人對於土地的情感在農夫的那個 生命的那個價值觀裡面 他的宇宙觀或他世界觀裡面 土地是一個一代一代被 長輩傳承下來的人 只要你有土地 你願意耕作 你就不會餓死 你可以在這個世界上生存 然後 可是在 可是因為就是這個開發過程 然後怪手開過去 就是 徵收他們的土地 那 那個土地就會敗在某一代的一個手上 我覺得對 對這些農夫而言其實 是一個很大的傷痛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個 這個田其實已經過去已經 大概是2022年的一個 第二期稻作 的播種 那他其實大概已經長到一半了 那個是農夫的時間 農夫就是一 桃園就是一年兩座 那播種 可是 在土地徵收之後 他還是持續的維持他可能 數十年一貫的這個活動 就是他 持續的跟土地的互動跟做 可是 面臨到這個 怪手 就是 直接的就是直接把他的那個水 水準 不管是水準還是 農作 就是直接黏過去 對 當然你可以說就是這個東西已經不是他的 他為什麼要做 可是 我覺得他體現了一個 人跟土地的價值 的轉換 或者崩壞 開發現場大概就是這個狀況 我覺得很難用言語去表達 因為 那個地方就是三不管地帶 然後 各種人的流竄 甚至大家很希望去 把那些可能房子裡面的一些 還有可用的東西去 取出來 對 那其實很多的人就是 開始去闖空門 然後去大家 可能看似還有溫度的家裡面去偷 可能 還有用的 還有價值的電線啊 這些物品 那就會敲開這些 被封 已經被封印的這個 這個家屋的空間這樣子 那 那 目前就是 就是像 會是這樣子 就是大概 垃圾啊 不管是 玻璃啊 碎裂一地這樣子 甚至我覺得 其實拍這張照的時候 我想很久啦 然後 嗯 這是一張遺照嘛 很明顯 就是可能他把 他家人的遺照 遺留在這個 搬遷的現場裡面 對 那 我覺得大家應該知道 我想要講什麼 就是他就是一個 情感破碎流離的一個 開發的現場 甚至到 現在像這種東西 可能 有些東西他就必須要 因為搬遷而撥除這樣子 或者是遺留在現場 那 甚至是這個 土地公 就是他被退神之後 這間土地廟準備被拆掉 他在坑口 然後 被退神之後 被丟到香爐裡面 可是他 神像的形象都還在 對 他可能覺得他被燒掉 可是還是遺留在現場 那我就覺得 這樣這種信仰的東西 過去 就是經過大家的崇敬 然後 可是隨著開發 好像 就可以隨意的丟棄 在過去的時候 桃園很多的工廠 大面積的興建 甚至都還會把 土地公 移到某一個位子 那 移到可能牆壁旁邊 就是他的工廠牆壁旁邊 持續的供大家去祭拜 或什麼樣的 可是到這邊的話 我們是 航空城的開發 其實是可以直接把 土地公直接的移除 退神 做處理 甚至可以不用留下來 這個是服務員工剛剛講過 就是神龐裡面沒有神的狀況 所以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對我而言 還有彥祥而言 這邊的地景其實是一個從歷史來看 它從清代拓肯社會的形成 就形成到這樣的一個地景的狀態 我們可以看到左邊這個圖 就是它非常多的這個曲線 還有裡面的這些比較深的這些線條 大概就是水準的地方 那些田其實都會因為要水 從高處往低處流 它需要有一個曲線去流 流進它的這個田裡面 所以這些的地景的形狀 或者是形態 其實都是跟過去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那甚至它有一種地理的特質在裡面 那它甚至可能過去在這邊 可能有人會挖到一些骨頭 它在耕作的時候挖到一些骨頭 就會產生一些信仰 所以這邊這個地景其實非常 含納了非常多社群歷史 互動關係信仰生活 它對我們而言 它是一個複成的地景 可是未來就是右邊這張圖 就是它會把這個地景全部的抹出 變成一些大家看到的那個正方形 幾乎就是未來的接口 就是大家如果可以把台北市的地圖打開 很大的那個接口 敦化南路然後和平東路 就是這些交叉口化成的接口 大概就是會發生在這邊 所以既有的地景會完全的消失 那這些的地景其實 未來的都市規劃其實它的 它思考的是理性的面積計算 還有那些交通量 怎麼去行縮那個空間 那這邊空間接口裡面 一個空間接口裡面可以住多少人 那多少人旁邊需要多少的綠地面積 這樣的思考背後其實完全沒有顧忌到後面 就是我剛剛所談的歷史 社群互動關係 那這些原版住在那邊的人 就是會全部的被搬走 那在這邊重新建造一個完全全新的城市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藝術與文化這個東西 就是它有一種多元開放的特質 那 我覺得我們不像是在做那種 好像站在前線的 社會運動或是社會工作 然後 反而是我覺得我們好像已經 接受了這個地景已經準備消失 那我們就是藉由一種 不一樣的行動去處理 這個地景變動之間 不管是情感的流失 還有關係的裂解 這些事情 還有 甚至說我們重新再把這些歷史挖出來 甚至是可以在未來留下來的這些工作 我覺得文化跟藝術的這些開放的特質 可以協助我們去做這些事 那甚至它 所以我覺得我們好像是在做一些中介修補緩衝的工作 在它變成這些附層地景變成桃園航空城之前 對 反正我們提出了三個關鍵字 對 就是剛剛其實 一開始標題的時候大概講過 我們想要留下一些東西 甚至說這是一個公共的議題 讓大家去感覺到 那緩衝就是說 很多人其實在這個城市 應該說地景空間巨變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它 不管是搬家 搬離自己60年的家 那個情感的處理 到底要怎麼去面對 我覺得我們好像也可以透過這樣子的 藝術文化的行動 去處理 那甚至說 過去的信仰 實敢當留在現場 我們等一下會講 留在現場沒有人要管 那我覺得好像我們也可以 有一種介入的可能 就是我們作為一種行動者 好像可以有一種介入的可能 對 所以我們已經 可能過去也不是 已經不是田野工作者 就是可能還是 甚至是更多的身分 對 礦泥現場目前的這個 大概在做的事情大概就是這些 就是我們可能會做田野書寫 然後還有收集一些現場的檔案 那我們其實有跟很多地方的團體合作 因為桃園就是目前是一個非常 持續在劇烈變動的一個地方 因為台北的都市化的原因 向外擴張 都市蔓延 所以就是很多人也會想要來桃園找工作 所以那個都市計畫 都市開發的那個速度是非常快的 他必須要在一個很快的速度下去做開發 去容納這些一直擠進桃園的人 對 所以地景持續的在變動 城市持續的在長大 那長大的話就是其實 都市外的農村的地景就會受壓迫 對 所以就會被改變 那交五開發的農路市 同樣也是因為捷運綠線 桃園捷運綠線的關係 受到遭遇到開發 可是他們那邊還有轉圜的餘地 那我們申請桃園當外文化實驗場 文化實驗場的一些計畫 去執行我們的藝術文化的行動 對 那一些在地的行動這樣子 還有拍攝紀錄片 對 那等一下會比較會主要去講 退審的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一個空拍的一個計畫這樣子 對 那我們目前 我們目前其實是在 今天剛好開展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在那個台灣當代藝術館 今天開展Signal Z 就是我們被邀請在一個 消市的風景的這個展間 我們有一件作品 藉由奇蹟咖啡的這個咖啡館 然後去談這個地景的消市 這是我們持續書寫的成果 就是我們目前出到 第二刊的這個季刊 就是持續在現場見證 地景的變動 那持續的書寫 因為地景其實在 就是那個現場開發的地景 其實一直持續的在快速的變動這樣子 那我們也很樂意的跟 地方的文化空間做合作 像是 不管是台北的 桃園地方就是很多 就是大概就是一些獨立的書店 這樣子 對 那我們都會發放 那希望桃園在地的人 可以理解到這個議題 看到這個議題 甚至說這一本 刊物甚至我們是很用力書寫的刊物 在未來 大家航空城開發之後 有人要研究航空城的時候 可以提供不同的觀點 那 這是我們跟 江湖開放工作室合作的 走到綠節筆端的遍地烽火 那 江湖開放 江湖開放工作室 其實一直受到 就是桃園捷運 綠線開發的影響 那他其實 他其實試著用一種不同的語言 就是去告訴大家說 開發在這邊即將發生 那2023年 他們又在辦了 流域行動藝術季 所以我們其實 在航空城裡面 其實也有就是 綠線 捷運綠線的經過 對 那其實他們也算是 我會稱他們為被搬遷者 就是 桃園很多人經歷 就是這個都市計畫 而且是同樣 機制的都市計畫 都是潛在的被搬遷者 他們都可能會遭遇到 被搬遷的可能 所以 當航空城已經開發了 那綠捷還沒有 開始 甚至還有轉圜的餘地 我覺得我們可以把一些 航空城 發生的事情 甚至帶大家進去看 這個事情 直接去感受那個空間 把那個感覺直接 的 回饋給 綠捷的這邊的行動 這邊的活動 甚至是運動 對 回饋給他們 那所以台北 就是這邊是捷運綠線的這個圖 就是其實 這個是 上面有寫嗎 就是 桃園 就是在我 我覺得就是在我做都市計畫 都市開發的研究裡面 就是 桃園其實就是台北 變成台北 台北化的一個前線 對 所以我們受到的最 最激烈的一個影響 那第一大跟第二大的這個 區段折瘡案 全部都在桃園 全台灣 對 所以 那剛好就是中間有一個捷運綠線的經過 從 G12 13 就是2號的那個 白色的那個區域 G13A G14 一直延伸到 航空城的這個 A11 G32 還有G31 站 就是這是我們這一次 走道綠捷彼端 的 遍地風火的一個 的一個 路徑 對 那其實 剛剛講一下走道綠捷的這個 走道其實是引用那個 其他神話裡面的那個 的東西就是說 我們好像把那個 那個火 火種可以帶過來 去幫助我 去幫助那個 綠捷的開發的現場 對 那這個是現場活動 我們走在地景裡面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後面的那個田 就是已經都荒廢了 那 後面的建築物其實窗子跟門都已經退去 他們要 開發單位要確保 確保這個房子已經沒辦法再被居住 那後面的那個田其實它不是修耕或是怎樣 它就是 它就是不在 它就是廢耕了 它就是 因為要開發所以 來不及收成 那就不再 就不再耕作 那其實我覺得 對於 對於農夫而言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 非常 非常難以形容的一個景象 因為甚至連一顆樹種在田裡面 農夫可能都會氣急敗壞 甚至他覺得就是 這個是他維生的一個很重要的 算是對象吧 就我不能說是工具 對 就是他跟他相依為命 那 這個田已經廢根了 對 那我們看到那個地景就是 我一直說 桃園航空城的開發範圍裡面是農村的地景 那我們看到 就是 這邊有兩個人坐在那個 一個 提案上面 那個是很大的一個水準 其實 桃園的那個 像大園這邊的這個地景 還有 航空城開發內的這個地景 其實都非常的 有非常 密集 甚至是非常複雜 的一個水路的系統 在這個裡面 那這邊其實都可以被稱作為 叫做 甲籍農地 甚至說乙籍農地 代表的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要去一個地方 跟做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是水 所以 這邊 代表的是說這個甲籍農地 非常好的原因是因為 你只要帶著你的 種苗 只要去 你只要到現場你有一塊地 你就可以直接種 你不用去擔心 水的來源 對 那過去甚至很多歷史 大家如果知道 擔心檔案裡面 非常多在談就是 中立桃園非常多的卸鬥 為什麼 是因為大家都在搶水 因為桃園的水非常的少 好 那這個是我們在跟江湖合作 他們這邊的一個空間 有進行把我們那天當天的行走的一些紀錄 做成一個圖 那還有邀請一些參與的工作 參與行走的一些藝術家 我們可以提供他們的作品 一起去討論這個事件 這個是展覽的現場 這個是 好 另外一個事情是 海口陳阿姨的搬家離別式 其實我們 為什麼會這麼趕 其實因為 就我今天調動時間 是因為 陳阿姨 這位陳阿姨住在海口村 那他自己一個人 獨居在這個房子裡面 那其實這幾天他要搬家了 對 所以我們一直在忙著處理他的事情 那他家要被拆 那 就是你很難想像一個80歲的老人 要怎麼去面對這一種 拆錢 那他前後的房子都已經變成廢墟 瓦麗堆 對 那他要整天面臨到這些的情境 對 那 我覺得我們好像已經不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我們的 身分真的太多元了 就是 我們每一年 就是一年來的這個拜訪 其實 我覺得甚至是朋友 或者是說 他有一些情緒 我們都必須要去承擔 甚至說幫他排解 可能也有像是社工的角色 那 甚至我們也是拍攝 他甚至是我們的田野關鍵的報導人 對 就是紀錄片裡面的主角 所以 我們在想的一件事情是說 當他要離開他這個住了60年的家 我們要怎麼跟我們的家說再見 那這個就是他家的位置 就是 他家剛好開在一個就是 這個是都市計畫的那個圖 就是彩色的那個圖 一個綠色的那個是一條新的 叫做台十五線的道路 對 他會改道 那他家就剛好在台十五線上 那台十五線上面目前已經完全的清空 那只剩下這一間 就是他的這一間 那甚至 航空 就是 航空城的事業主管單位 就是 交通部民航局 他們 因為航空城開發 他們有成立了一個叫機場工程處 因為這個阿姨的班簽 他簽下了這個 他同意班簽的這個書 他們甚至這個機場工程處就是準備 要彩測這樣子 就代表說他們已經任務結束 這個是阿姨他家的前面的情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彥響在拍的那個 那個裡面 他這個外面全部都已經是瓦力堆 甚至已經堆到二樓高 那他前面已經 算是一望無際的一個平坦的道路 等著他家被拆 那他家 就會變成道路的一部分 這個是他持續就是 這已經是一個月前的照片差不多 那這是他持續 去祭拜的這個信仰 那我覺得這個信仰其實支撐了他 持續活下去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動力 對 想要辦這個 想要辦這個活動的原因是因為就是 我們會在現場辦一些紀錄片的播放 對那為什麼想要辦這個 是因為我覺得在這個快速變遷的地景裡面 我們想要讓這個事情慢一點 就是這個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要搬家 為什麼我們不能好好的去讓這個搬家慢一點 把一些情緒先撿起來 認真看待離家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會在他的搬家之前其實在 應該說他已經搬家了 其實我們想要在他家被拆之前 再請他回來一次 跟他的朋友一起聚會 跟他在海口主委 大園的這些朋友一起聚會 那我們也會放映 現場放映在他家放映 紀錄片 就是我們拍攝紀錄片 那我們想要真切的面對離開這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還剩幾分鐘 15分鐘 15分鐘 好18分鐘 這個退城地景與告別式 那這個是在海口村 就是我剛剛一直在說 復城地景 就是說這個地景裡面有很多歷史的 歷史的物件 然後歷史的痕跡 那甚至信仰也在這個裡面 就是可能祭拜很久的一些信仰 那海口村他其實是 就是祖偉浴港 大家如果有去或祖偉浴港 他路邊的一條 的一個小村落 那這個村落其實也是 非常的歷史悠久 在桃園的這個 傳統的老聚落裡面 他就是在過去 清朝拓肯來台的那些 的那個時間之內 應該說那個時間點 就已經可以發現他的存在 對那 這邊有他們自己的福原 一個叫 劉浮三王宮的一個信仰 那在 供奉的就是福原廟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 一開始那個 衰敗的那個廟 對 那這個慈感當其實是 那個廟的 王宮去指示說 為了要保護這個村子 所以 設在一個村子的角落 的一個 保護這個村子的一個 算是零吧 因為 土地公大家知道土地公 位階已經是在神裡面被 可以被稱作神的 一個位階裡面 最低的一位神 那這個是零 他更 位階更低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 大家可能在 我們在現場看到很多 不管是這個的死感當 還是在 農村裡面各種 老聚落旁邊的這個死感當 都會在這個開發中 都沒有被顧慮到 對那可能因為怪手 之後如果怪手 開發的時候 就是其實應該就是 直接把它 推掉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們好像 有一種介入的可能 這個是 剛剛講過 劉甫山王宮 其實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說 端午節過去每一年都會祭拜 就是海狗村的村民 其實都會祭拜這個死感當 對那 在這個村子裡面的這個 劉甫山王宮 也會被請來一起祭祀 那 因為劉甫山王宮 他 航空城的開發 他已經先被 從海口 遷到一個叫浦星的地方 就是 一個離海近的地方 他原本跟這個地方的 脈絡很近 可是他遷到一個叫 就是感覺田園中間的一個地方 就是 靠海更遠 所以他其實在地理的意義上 已經完全的改變 對他可能已經 過去他可能是保護的是漁民 可是現在 那些漁民可能都搬遷了 對 那他 可能沒有辦法保護 跟他那個地理環境關係的人 那 疫情的原因 所以就是 三年沒有辦了這個死感當的祭祺 那 呃 因為其實這個村子裡面完全幾乎是沒有人的 就是 平常其實路上不會 不會看到那麼多人 那還是 大家還是因為信仰的關係 還是願意回來 去拜 對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死感當 另外一個殘桃公 就是 他不算死感當 他算比較算是萬善公 對 但那 他也是算是一種名 那 那個老一輩的人都會說這個叫殘桃公 那這個在 呃 大家剛剛看到有一個叫A11站 坑口 附近 後面的那個就是捷運綠線的工程 那 呃 捷運綠線周邊其實都會被 做大面積的城市開發 就我剛剛看到那個 我們剛剛秀出來的那個 方形的接闊這樣子 那 呃 這個是 這個 坑口的殘桃公 其實是有一個叫做 鄭 姓鄭的這個家族 呃 持續三代的祭拜 那他們也是因為 開墾的關係 在田裡面挖到屍骨 然後去把他變成一個 呃 原本是一個 小的牌位啦 可能三顆石頭或怎樣 那目前就變成 呃 這樣子 的形態 就是一個小廟的形態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小廟已經被 推 推倒了 對 就是 怪手其實已經整個就是 呃 把他移開了 對 然後 呃 這個就是 他原本的位置 就是剛剛那個 剛剛說的方形的接闊嘛 就是也消失了這樣子 就是 他剛好在路上面 所以 他應該是會被推掉 那這個是海口村旁邊的 這個舊的實感 就是我覺得看到那個歷史 那個字上面都是非常 那個質感跟那個紋理 其實都應該知道 這個是一個非常老的一個物件 應該說非常老的一個 呃 不能說物件 對 這樣有點不尊重 反正他就是一個非常老的 那個 牌位這樣子 那這個是 呃 另外一個地方海口 另外一個地方我們去挖出來的 這個 左邊是 呃 里長提供我們照片 就類似差不多這個角度 那我們就去一直把它挖出來 發現 欸這真的是石桿刀 原本想說怎麼會 就是一個普通的石頭 那在這個開發裡面 慢慢的其實也被大家遺忘 那甚至怪手應該就是直接會把它挖出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想說 呃 既是跟信仰 呃 的人 跟這個靈 好像在這個開發的過程中 產生了一種 斷裂 那那個斷裂是 嗯 不管是好像經歷時代 慢慢的我們不相信林這件事情 那 之外呢 還有因為航空車的開發 人跟土地之間的情感跟文化的連結 慢慢的就消散 甚至說 航空城甚至是一個加速的狀態 那過去這個田還有這個蟬桃宮 或者說這個林 其實他們 都見證了過去的這個空間 這個地理的條件 就是蟬桃宮這個東西其實是因為 喔他可能是在 過去 呃 舊南桿溪的河道中間 那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有屍骨在河裡面流 那可能流在某一個 呃 灘案上面被這個人挖出來 被這個正式的人挖出來 要開墾的時候挖出來 那這個其實都是有一個歷史的原因 跟地理的關係 那 剛剛說的那個海口的施探 當然是因為他們 他們要避免 就是旁邊有一個河水 應該說 他們會叫海口癖 這個河水氾濫過來 可能也有這個原因 或者說旁邊的擋煞的原因 那 這個航空城開發 其實在地景上面造成了很大的影響變動 甚至消失 讓地景消失 那這些的林都會 意義都會消失 所以 呃我們剛剛看到 甚至剛剛那個坑口的蟬桃宮被 怪手推掉 呃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好像可以介入去修補一些這個斷裂 就是難道這個靈就是這樣子被推掉嗎 或是說被處理掉嗎 呃 如我們剛剛所說的 就我們希望就是有一個公共的參與的在裡面 呃 所以在這個現場 其實我們想要辦的是一個 呃 退神的儀式 就是 這個發想其實在想 在討論說 就是其實過去 一個神如果要離開一個地方的時候 難道過去的人沒有處理的方法嗎 一定有 對 那我覺得我們好像可以在這個縫隙中 我們可以試著做這件事情 那 這個事情其實是一個 因為我覺得航空城是一個公共事件 所以我們希望 呃 接 我們希望做這個 我們希望邀請這些傳統的道士 去為這些靈做退神的儀式 那 我們其實會把這個當作一個是 很重要的公共見證這個事件的 機會 因為大家知道說 就是文化地景其實在這個地方會 很大的變動 很大的消失 對 那未來其實也有 航空城的這個事業單位 就是說文化 應該說 桃園市文化局他們也在想說 欸 我們好像要成立一個文物館 想要把這些老東西收起來 可是其實在收起來的過程當中 大家當你看到在博物館裡面 看到這些石頭的時候 你會 你完全無法聯想過去它跟地理的關係 跟現場環境的關係 所以 我覺得我們好像可以在 呃 這個東西被移到博物館之前 離開這個地方之前 我們可以做一些 呃 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還 還在 這個地方有什麼 有水有田有河 有水淳 有住在這邊祭拜他三代的人 甚至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呃 殘桃宮就是坑口的那個殘桃宮 呃 我覺得每一個人 因為 假使你是 不管你是什麼宗教的人 你是 開著怪手 你要推倒那個 那個所謂靈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大家心裡都會有一個很大的顧忌 那我覺得為什麼我們 我們不邀請他來 我們其實是很期待邀請他來 就是參與這個儀式 甚至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種 呃 關係的 和解 就是呃 因為其實 工程人員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 呃 交辦 呃 做這些被長官交辦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好像可以做一些關係的修補 那我們可以介入在裡面 對 呃 這個就大概先 先不用講太細 大概我剛剛差不多講的差不多 對 那 呃 今天主要我覺得在這個場合 我覺得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計畫 就是 呃 其實這個計畫比較多跟 呃 我覺得跟程式有關係 或者說跟 呃 呃 空間資訊有關係 對 他感覺比較跟 那個 理工的東西好像有關係 叫民間見證全台最大 文化地景死亡計畫 就是故意取一個很轟動的一個題目這樣子 那 呃 其實主要是要講說 呃 這個是1985年的 台灣的那個桃園地區的金劍版地圖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那個很多的藍色泡泡全部都是 呃 大家就是其實知道桃園就一直被 他們自己一直說 我們一直說自己是千堂之鄉嘛 那為什麼是千堂之鄉 因為 每一個泡泡都代表著一個就是 呃 小的水庫 那這些小的水庫 其實它不是天然的 它是人工的 所以你很難 你很難去想像到 過去 呃這些 可能 最早的先民來台灣 大概250年前 他們在這個地景上面留下這麼多的 藍色的泡泡 是用人工去挖出來的 那甚至每一個泡泡它 你在現場去看的時候 可能就跟一個小的海一樣大 對 那可是 呃剛剛如我所說 就是 呃因為都市發展的原因 這些東西一直在消失 那2009年的時候文化部將 桃園台地蹄塘列為台灣世界文化潛力點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假如我們沒有正 國際政治的這個因素的話 我們如果是UN的會員的話 我們可以拿出去給國際的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可以跟他們說 這個是我們最厲害的文化資產 可是 呃 從2009年到現在 就是 因為可能都市發展的壓力 沒有辦法去劃設這個 保護的範圍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它裡面太多私人的產權 或公有的產權混雜在一起 如果他畫了一個 就好像說 OK 一棟房子 你可能是你家的房子 你房子被指定為文化 文化的 就是古蹟建築的時候 如果有人他有房地產的價值 他就不願意變賣 對會有這種利益關係 所以在目前就是文化部其實一直 雖然把它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 可是目前這個範圍是一直沒辦法被訂定 因為 土地的利益太龐大 這個是大概 所以蹄塘大概通常會設置在一個比較高的一個地形的位置 那他透過雨水的儲水 甚至或者是說 有一些 桃園有一些地方有湧泉 把這些 湧泉給 做一個池子把它儲存起來 那儲存起來是幹嘛呢 就是說把它放 引流 透過鑽 鑽路 引流到自己的田裡面 那通常 這些蹄塘 通常使用這些蹄塘的人 會跟附近聚落的人有關係 可能這個是他做的 或是說他管理的 或是說他擁有的 對 所以那剛剛講過 這是 兩百 幾乎兩百五十年前 歷史記載 史書記載 可能有更早 就會有 就有這個蹄塘了 那這個全部都是手工 這不是天然形成的 那這個也影響了桃園 過去的這個空間聚落的型態 對 我們桃園其實是散村的聚落 跟台南 台南也有蹄塘 可是台南的聚落 都是一大蟲 一大蟲 一大蟲 非常的不一樣 那也是今天 大家在說 千堂之鄉的原因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從過去兩百五十年 流到現在 其實我覺得它體現了一種 過去農民 或是說人 跟土地一種 所謂生土不二的價值觀 那這個是過去 台灣經歷現代化的時候 大概是在 比較飛快的時期 大概就是日治時期 那這個時候是 日治時期想說把 日治時期的時候 這個工程師想說 把這個蹄塘全部串起來 變成一個完整的系統 可以進行管理 所以這些蹄塘 這些古老 可能從清朝的 原本一個蹄塘 代表一個小的 灌溉系統的這個 灌溉設施 其實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被連成一個非常巨大的 一個水利設施 那這個其實 這個工程其實 非常的令人讚嘆 就是 一整面可能過去 超過五千公頃的這個面 應該是 這個不是超過五千公頃 這個已經 桃園大半的這個地景 其實已經被這個 灌溉系統 不滿 對 那剛好就是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航空程開發範圍裡面 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蹄塘 就是非常多 那 這個 這個上面這個跑道 就是這個上面跑道的三個會消失 那下面會流起來 那下面流起來其實它也喪失了 灌溉的功能 只會變成一種普通的水池這樣子 對 對 對 這個 開發範圍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開發範圍裡面 大概都是 綠色的 綠色的 那這個就是 綠色就會紙批嘛 那其實那個都是田 對 那其實我們看到這麼大的一個田 過去桃園其實是一個 北台灣非常重大的一個 糧食生產的地方 那 可是這個地景就是 我覺得這個地景其實 會全部的在 航空程開發之後消失 那 我們在想說 是不是可以用空拍的方式進行紀錄 可是因為這邊是進行區 就是完全能被進行區覆蓋 你只能從非常遠的地方 非常高的地方去拍 那那個影像的品質會非常的差 那 所以這個地景可能就這樣子 因為這個開發的計畫會消失 那 這個計畫其實主要是想透過 透過大家的努力 就是 就是等一下會講 我先講這個圖好了 就是這個是 2018年的地景狀態 就是航空城周邊開發範圍 那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A跟B或周邊 他們已經有一些黃色的出現 那個代表說 過去那個我剛剛說的那個 很有紋理的那個田 農村狀態的那個空間 已經要被抹除了 開始工程生會進入 把那個 很 田之下的那個紅色表圖 已經被挖出來 那這個土是過去農夫最討厭的土 因為那個土又乾又沒有養分 種到都會死掉 那這個 會變成今天的田 其實是經歷了好久的轉化這樣子 那A區大概可以看到這個工地的現場 藍色那個是他們的公務所 我們看到這個都消失 就是原本的田都消失了 就 看這個圖覺得蠻震撼蠻血腥的 其實不太常點開這樣子 那還是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原本的田 綠綠的田被挖成這個 過去要開發成城市的土地 所以我們在想說 其實這個蹄塘文化地景 就如果我們要說 這是一個文化地景的時候 這甚至是國際觀光客來台灣 你還沒降落到台灣 如果他來台灣的話 你就第一個看到的文化地景 就是我甚至是 你還沒落地 我就可以跟你介紹的一個文化地景 所以我們在想說 有沒有辦法去在這個航空城 這個4500公頃的這個面積的地景 文化地景消失的狀態之下 可以上傳 大家可以 現在都有手機 大家可以拍攝 這個地景的照片 就是 從 取代這個空拍機 對 那 它其實是一個公共可以參與的活動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有手機 甚至每一個人拍的照片 他都可以去做 空間資訊的定位 XIF的定位 那甚至說 從可能現在開始 這個地景開始慢慢消失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他有到五去做完整的紀錄 去搜集這些空拍 然後去大家做紀錄這樣子 那 這個手機的這個東西 其實也是提供了一個 大家可以非常輕易 參與的可能 那其實另一方面也是 它甚至是一種 如果請國際空間客 來參與到這個計畫的時候 它甚至其實變成一種 更國際的議題 對 那甚至它有一種輿論的可能 我們在猜想會不會這個計畫甚至 可以 影響到就是這個航空城的開發 我不知道 對 所以我想要建構一個 好像公共可以 輕易參與 手機照相 然後不 不分國際 那甚至可以上傳 大家都可以上傳 大家都可以拍照 大家都可以甚至說 拍照瀏覽 上傳到一個空間 網路的空間模型 大家可以透過瀏覽的方式去 看到這個地景的變化 那可能會使用的技術 大概就是攝影特量的技術 那個Photogrammetry的這種技術 那其實 現在其實也有一些 網路上面就是 有一些叫 Alice Vision 就是這個工具 其實它已經有一種 建立一個3D的模型庫這樣子 對 那 其實剛剛在講的這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如果我自己 要做一個空間的一個伺服器 然後供大家上傳 其實好像是一個 成本非常高的一個 成本非常高的一個 那個 做法這樣子 所以我在想說 能不能用既有的 這些網路上面的伺服器 不管是Google的 或是Alice Vision的 這些伺服器 當然Alice Vision它有點封閉 就是可以進行整合 讓這個計畫可以運作 對 那 這個是我跟我朋友討論的圖 那其實就是說 它其實有一個空間的底圖 它有地形 然後有既有 既有地形的資訊 那我們可以把這些照片 可能我們拍攝 可能有10個人拍攝差不多地點的照片 我們可以用攝影的技術去對 去把這個圖做疊圖 那把這個地景的照片 所以說地景的形象 整個重建起來 那甚至可以定位在 原本那個地景的位置的點 對 那這個是那個 忘記幾年Turner Prize的一個 一個藝術團體 叫Forensic Architecture 就是現在中文有人翻譯叫法政建築 就是過去在這個 我忘記是不是在以色列還是敘利亞 就是有一個飛彈襲擊的地方 對 那因為以色列它自己的政治權利 國際政治的權利很強嘛 所以這件事情 飛彈襲擊到這個城市裡面 其實大家在國際上面其實都盡聲不語 可是這 可是這一個英國的這個研究團體 他們就透過不同視角 不同視角的照片 去重建這個飛彈襲擊的這個地理位置 去確認說到底這個 飛彈是不是如同以色列 他們國防部所說的 其實他們是設在某一個位置 然後造成 沒有造成任何人的傷亡或什麼樣的 對 他們去從用這個 影像技術還有Photogrammetry的這個技術 去重建這個飛彈襲擊的這個場景 所以我覺得這個計畫可能是有機會的 那 目前我已經持續的 就是在我自己個人的 臉書專頁上面去 收集大家的照片 那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張照片 其實是這個地方就是坑口村 我們可以看到它確實拍到了 就是航空城的開發範圍裡面的 一些地景的變化 那目前這些田中間都出現了 筆直的馬路 那中間這一張其實開到了這個 竹圍的海 竹圍漁港的那個彩虹橋嘛 那旁邊的這個 其實像是阿姨住的那個海口村 跟竹圍村都在裡面 那右邊我們也看到有拍到了皮塘 對 所以 我覺得如果大家有出國 或者說大家有回來 就是不一定每一個 每一個角度都拍得到 但是我覺得可以 上傳到這個email 就是 這個QR code的email 那我會自己在做 做判斷做過濾 那這個是我們 我跟彥響創立 空城現場的這個 臉書的粉專專頁 那粉書專頁 那也有IG 那我們會把我們最新的 活動的資訊 還有展覽的資訊把它 post在上面 希望大家了解航空城 那希望大家來到現場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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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大家好 我們現在就是要進入 今天早上第二場講座 然後是我的朋友 他自己介紹好了 因為他是個導演 我很不會介紹導演 對 我的導演朋友太少 所以很難一時間 介紹他的創作跟想法 這樣好 就請楊峰自己介紹吧 好 你要嗎 好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鄭楊峰 我是鄭楊峰 那我現在都會說我是一位還在努力中的導演 那我擅長的 那我擅長的 那我擅長的東西是紀錄片跟商業影片 好 我想給我看一下 那我今天 那我今天的主題是講說採集中的數位觀點轉譯和呈現 那我在 那我在這次的分享中我會以四個部分來說明 第一個就是採集 然後再來是數位觀點 然後再來是轉譯與呈現 那我就先稍微花一點篇幅來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我是鄭楊峰 然後我是剛有提到紀錄片導演 那我開始參與紀錄片是從幾年啊 大概我大二的時候就是認識了桃園英文陣線 然後因為桃園英文陣線比較是偏向於做社區營造 還有田野調查的一個協會 那我也跟著他們去認識了 對我先講一下我是讀原治大學 那我那個時候對於原治周遭的環境都很不熟 還有桃園也不熟 那我也透過這個協會慢慢認識很多桃園跟重力的各個故事 那我就想說等我畢業之後想要把它拍下來 對 然後在畢業後我就去 我就去當兵 然後當了消防疫 那消防疫的話我就在裡面也有 就是我是在高雄桃園當消防疫 然後也覺得也參與了很多就是救護啊救災啊 還有他們就是幫人家壓兇的一些事情 就覺得很多事情其實 就是 就很多事情都有種 都是很 很真實的 然後再加上我很喜歡看電影 我以前是一個禮拜都會看一部電影 而且還會去電影院看 那我這邊可以稍微說明一下說 電影就是我們 我覺得影像這件事情也有趣 從第一張照片出來之後 就是影版照相術 然後開始到了有盧米埃 盧米埃兄弟的一個火車進站 然後等到 然後在這樣的動態演變下 就形成了一個電影劇院 就是一個充滿聲光效果 然後還有大螢幕的一個黑盒子 那其實我很享受在這個黑盒子裡面去看東西的過程 就是我現在把它叫做沉浸感 然後我就覺得很有趣的事情是 好像 在電影之外 比如說我剛才有講說我有去當替代役 然後也有去參與過那些救災現場 那我覺得 好像你眼前看到的一切東西都是那種沉浸感的一切 就是 可能說像電影它都是靠硬體 靠畫面靠導演詮釋去撐起這樣子的篇幅 但是其實我們生活中可以用 就是其實我們在清零現場的時候 也是有這樣的感受的 然後因為我是比較擅長於從地方觀點去切入 所以我可以 所以我是 還有就是因為我進入這個劇組是 我進入影視的行業是從廣告開始的 那個廣告的話都會是希望說 任何的畫面都是被設計好安排好 最精緻的 最容易讓觀眾理解的一個畫面 所以再加上我自己有 有設入一些 田野調查的一些 一些事情還有一些參與 所以我就覺得我的風格好像慢慢的 跟這個土地有一個很切合的關係 就像是說 像我們看到說畫面的右邊這個小孩 像以往可能我們拍小孩的畫面 比如說是關於一個兒童美術館的 可能大部分的攝影師都會選擇用比較我們現在的這個角度來看事情 但是我就發現說其實我們要蹲下來看跟站起來看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選擇 就全部全部任何的一切的東西 就是從小朋友的角度來 來拍攝和設計這個影片 等一下會播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是我參與一些 我當任導演拍攝一些影片 有得到了一些國際的獎項 這樣 好 那我就開始慢慢介紹一下 我再開始講一下我在影片裡 我在當導演的一些案例 看一下喔 欸 有嗎 沒事 我看一下 欸 結束放映 欸 在哪裡 欸 這有拉進去嗎 在這邊 喔 喔 看到了 看到了 那邊有劇喔 那邊是我的聲音 好好好 好 然後我就稍微看 因為既然是講桃園嘛 然後回頭看一文陣線 我就可以先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喔 可以開聲音嗎 喔 沒關係 不然我用我就開了 好美喔 就是 就是這個是 就是這首我也 我也是在這個回頭看一文陣線 認識岳德的 然後對 岳德也在現場 那 對 這是我第一部 跟協會 因為他們要辦一個民辦的藝術節 在西明街 然後 我覺得很酷 因為他是民辦的 然後加上 他們有些團 就是主要的核心人物 是劇場出身 那他們決定 以這個街區為舞台 做一系列的 就是舞台演出 然後再來之後 第二屆我就沒有參與 因為我就去當兵 那第三屆回來了 然後我就來拍了另外一部 我覺得我自己也滿喜歡 而且這部其實 它幾乎改變 它幾乎改變了我 自己在接案的生涯 好 稍微我把它關起來 它是這樣子 好 我就它邊播我邊說明一下 就是這一部 因為他們在前 在第三屆的時候 他們是辦在重地五號倉庫 那五號倉庫的話 是位於重地車站旁邊 它以前是一個他們物質的集散地 那現在已經沒有用了 那我就想說 這次很多演 他們這次的證件方式 是找很多學生在 畢業製作 然後被老師打掉的企劃 他們就 估計他們都拿來投案 然後這些是有選上的同學 那我覺得滿多數都是 裝置啊 跟舞台演出 那我就想說 欸 我不如就把它當作是一個 整個 倉庫都是一個舞台 然後去做類似一個 偽進到底的方式 演出 那我覺得滿酷的事情是 在 因為這個學生大概有 大概十幾位吧 然後還有一個是 舞編 就是動作指導 然後我們就 他會說 可能我們這部 我們這部的預算不搞 但是 我們有很多人可以幫助你 然後我就覺得 他在舞編 然後又有 會跳舞的 然後我想說 還不錯 就願意嘗試一下 那這部片其實拍完的時候 不僅沒抓起來 倒貼了一萬多塊 但是我覺得我滿開心的 這是一個創作 然後 這部片 這部片後續也有讓 其他公務門單位看到 也有邀請我去拍攝一些 他們的 一些形象影片 對這片其實我是到處凹我的 攝影師啊 燈光師啊 還有 就是各種我 影視領域的朋友 還有他們 他們的每邊也是 可以讓我隨意的 去 許願 所以裡面有出現一些 閃爍的畫面 都是請他們製作的 好 然後這一片 對我剛剛有提到說 這一片也有影響我的結案的生耀 我在 我在替代役推伍之後 我就先去 桃園文鎮先去擔任一個刀爛的員的工作 那他的工作就是很紮實的 要去中立的街區去做一些填調基礎 但是他們當初叫我進去想說 你們可以拍一些影片 但其實我做了百年沒有碰到相機 然後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辭職了 那時候是裸辭 然後我就想說 不然我就自己接案好了 我就跟我爸媽借了一些錢 然後買了相機 然後就拍了第一個這個案子 那後來這個案子有讓大謝木博官的一個 其中關於行銷部的負責人看到 他說蠻酷的 那我覺得今天就是在開園人年會 那我們 那其實就是要討論一個開放性的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我的 我們影視權的接案生態 其實也蠻像是這樣的狀態的 就是 我們不像是一個公司體系下 就是上面有丟什麼東西下來 我們就做什麼 而是要自己去 自己去業務 自己去打理這些 就是對外的東西 然後自己去找案員進來 那我也是在製作影片拍攝完畢之後 就在一個因緣集會之下 大謝木博官他們剛好有辦一個 可能類似生活概念的展覽 但是生活概念這個展覽 當初就是飆到的廠商 他們好像出了一些問題 因為他們比較擅長的是去做 商展 就是比較像是給你好一些資料 然後我們就把它畫得美美的 設計得美美的 然後擺在南幹展覽館 然後擺在某些大樓底下 他們比較沒有去做過類似這樣子 需要有一些填掉資料的展覽 於是他們在 木博官的管理也很痛苦 因為他們自己也下海去幫他去做這些的策展 然後幫他去做填調 然後因為時間已經只剩下四周了 然後他們沒有任何的影片的團隊來拍攝 然後那時候就是對我的窗口叫雅如街 他就打給我說 養豐養豐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我說什麼事 他可以幫我拍一部影片嗎 然後我就說好啊 我最喜歡拍影片 然後他就說 實在是有點急耶 大概只有一個月左右 然後我就說要拍什麼 他就說 因為大溪就是有很多東西 還有人文地景產 然後他的範圍又很大 那我想要希望你這個影片 我不知道要拍什麼 可是我希望他包山包海 好 包山包海 天啊 然後我就說好啊好啊 那這支預算大概多少錢 他說錢不是問題 但是要一個月內要完成 然後 那因為我大概知道木博官他的 就是他 就是預算其實蠻高 大概五十萬 最後大概五十萬左右 但是很可怕的事情是 其實只有一週 然後 再 不是不是一週 是一個月 但是因為我沒接過那麼大 那時候我大概這片大概三萬左右 然後下一支案子 就五十萬 對我來講其實壓力還蠻大的 然後我就想 我就花了一個禮拜去思考 然後思考完了 然後就硬著頭皮接了 然後我接的時候只剩下三週 然後我就在思考說 我到底該怎麼做 我就 然後我當然就是 就發揮了我以往 在協會所學習到一些方式 第一個就是先知道 木博館到底有怎樣的資料 關於大西的人文地景產 那我就開始去蒐集 那在蒐集的過程中 我開始寫腳本 然後因為我們時間實在太少 我們在 我就邊寫腳本邊廠刊 然後看到不錯 我畫面就拍 然後也是 然後拍完之後覺得不錯 然後再改腳本 就是這樣子反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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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操作 然後剛好就是 我覺得也滿幸運的是 因為也 就是大西他們 木博館對於他們周遭的環境調查 其實是做得非常 算是詳細的 而且他們也有一些大西的雜誌 他們的地方誌 我覺得就介紹滿清晰的 我當時大概花了一個晚上 把他所有的雜誌全部看完 然後開始去衰選出我需要的東西 那我就繼續播第二部大西的影片 然後這一片的話我可以 我也是稍微講解一下 就是他 我當初在構思這部片的時候 會覺得說他既然要包山包海 那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 短時間內看到山又看到 就是看到水又看到田 我覺得應該就是風了 就是風 所以我覺得我整部片的調情 就是把風當作是一個主角 然後用風的視角 來看大西的所有產物 然後這邊就是不免俗的 要稍微展示一下他們的作物 然後就會接到一些他們 在新南老街的藍市 就是藉由風的這個媒 藉由風的這個載體去帶著觀眾 去介紹大西的人文啊 產業啊還有他的地方 還有他們的產這樣子 然後就蠻妙的事情是這些店家 都是我前一天 前一天問 我說你的 我說你的餅很好吃耶 我可以明天來拍嗎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個師傅蠻特別的 我是透過他們 我是透過他們當地的其他的木工師傅 就一個一個介紹找到他的 然後這些就是木工館推的一些文創商品 蠻酷的 然後剛好又碰到他們的 家庭公的烙鏡 家庭公的烙鏡 對 然後我也就透過 他們好像也在夜戀嘛 然後我就問說 我覺得你們的就是 你們的那個將軍很好看 我可以明天跟著你們拍嗎 他說好好好 那五點到那邊集合 然後我就趕快衝去 就隔天幾乎沒什麼水 就衝去那邊 坐上他們的三頓半來拍 然後也意外的捕捉一些蠻不錯的畫面 就是一個小朋友跟八獎牽手的啊 這樣子 但是不免俗的 因為那時候剛好 欸什麼 什麼街啊 那個 欸是地景藝術節嗎 還是 欸不是不是大喜大喜 不過沒關係 反正就是一個蠻 就是類似地景藝術節 或是說一個 啊 花海捷啦 對對花海捷 所以他就說不免俗的 好像還是要拍一下花海捷的畫面 我說好好好 就假這樣 然後我們回到 看一下 我回到簡報 看一下 就是後來大喜 因為大喜 大喜木補館蠻特別的 他是從一個很小的日式建築 然後慢慢的就是蔓延把他其他的老建築 武德殿全部都整治起來變成一個大園區 然後他們在所有園區都整治好的時候 就也請我拍了一支影片 那我們就 剛剛看完那支就可以了 我就直接跳下面 那當然我覺得蠻酷的事情是 因為我很多 可能紀錄片啊 或是形象影片的養分 都來自於桃園 那因為我的職業是導演 所以我還是得接一些案子來 就是來賺錢 所以還是有接了一些外商公司啊 還有一些日齡種種的外商公司的影片 那這支也是蠻可怕的 但我覺得 我可以看 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 就這支其實整個風格變得超商業的 那 這個他主要主打的是一個升降的桌椅啦 那他號稱這個桌子 你只要使用這張桌子 你就可以進入一個心流的狀態 就是一個非常專注在自己當下的工作 對 所以他設計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都是為了要服務這樣的使用者 當然是要賣給 賣給美國 然後一張五萬 對 其實還蠻可怕的 那不管 總之就是我接了這個影片 然後找了外國演員 但是我覺得這支片子 就是也讓我重新的思考 我到底喜歡拍什麼 對 就是 商業的 當然我 商業的東西我也會操作 但是我好像比較喜歡 稍微在地一點點 好 我想說一下這個聲音 他後面這個聲音 後來他們 因為他們看到最近很多 很多國外品牌都做Logo Sound 就是一個Logo 動態出來之後就會有一個聲音 然後他們決定 他就順便找我們做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好像是 TripleGPT出來以前 然後我朋友剛好是學機器學習的 他就知道說有AI這些工具可以使用 他就用了AI去做一種音樂 就跟他打說 圓滑的 科技的 時尚的 然後就蹦出這首音樂 對 所以這個聲音我們大概花了三秒鐘 就做完 好 我再回到簡報 對 我覺得我比較 就是剛剛我是從講那個 空城現場聽到 就是一般走進來 就覺得有點小嚴肅 因為我發現 因為我突然我在思考說 就是我跟中立的關係 就是我跟桃園的關係是什麼 那當然就是我外婆家是在 中立 我讀出的地方在中立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認識了寫桃園文正先之後就 好像就黏住了 就我發現我好像蠻多案子 其實會到台北拍 但是拍一拍然後又回來桃園繼續拍 那這個東西是 那我現在講的這個案子是關於石門千村的 就是在去年地景藝術節的時候有 就是他們想要去跟 透過一個營隊去跟 小朋友推廣說 就是石門水庫 以前底下有住人 那因為蓋了石門水庫 所以這些人在戒嚴時期的時候 被迫要搬禮那個地方 那他們就釋散了各地 那分別釋散到了石門 然後釋散到了沿海地區 然後還有一些很多很多的地方 然後他散落這些地方的時候 就形成一個聚落 然後這些聚落 就有一個他們自己的學校 就是成立一個自己的學校 那我們就是到這四所學校裡面去 講這個故事 那我覺得還蠻酷的就是說 我們我就跟著這個協會的團隊 去做一個田野調查 那去調查說 這些學校到底有什麼東西 是從水庫裡面搬出來的 就譬如說有包含信仰 然後他們的伯公 還有一些夏靈公等等 就是要很多他們的故事 還有他們 就很多故事 還有他們曾經的一些生活樣態 就是慢慢也被遷移到了其他地方 然後我們就是帶著小朋友到街區裡面 去看看自己的社區 看看自己的家 到底有什麼東西 是平常沒有注意到的 那我們就先說 你可能到一個地方 你要認識他 你就要先知道他的故事 那從哪邊可以知道他的故事呢 那我們就可以看他 看看那個廟宇裡面的那個 他的那個碑 石碑 都會有 石碑上面都有一些 他們這個廟宇的新建過程 其實很多地方都已經有 記載了這個石門水庫曾經的一些歷史 然後這個就是動畫的部分 就是因為我 就是在外面 就是我自己在做 我自己在接案的時候 就是有個 接案的生態裡面就是說 有個案子可能會有個需求 那這個需求可能我不行 我就會找其他人來做 那我覺得這個狀態就很像是 有種開放性的存在 因為像譬如說我是導演師 那我可能在這篇裡面 我是比較像導演 那你就會找一個技術組來 完成這些動畫 好 我分享太多了 好 那我除了拍影片之外 也喜歡爬山 那剛剛有提到說沉浸感 我覺得在爬山這件事情上 體現得更加的明顯 那明顯的地方是在於 因為你必須要背著一個很沉重的包包 就像這個一樣 很沉重的包包 然後那時候是雪季 然後你就必須要吸著這種冷裂的空氣 在海拔三千以上的山 然後又火又沒辦法 就是沒辦法 又很難點火的狀態下去 欣賞這些美景 我覺得這是一個沉浸感的體驗 蠻好的體驗 那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沉浸感這件事情 除了戲院裡面可以達到之外 那我在想說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 在 我現在在桃園中地地方去拍攝紀錄片 我覺得我距離劇院還有一大段距離 那我就想說 那如果說沒有劇院的話 我該怎麼樣讓觀眾呈現 體驗這樣的沉浸感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把它拉到 就是這個影像的邊緣來討論 就是我覺得 它不一定要有很強大的硬體 才可以沾線 它可以是 一種 它可以是像策展 像是生活共鳴 來去體現沉浸感這件事情 那 我是因為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我在今年的時候 有做一個 就是我跟亞萍還有小杜 陶藝文這些小杜 有成立一個品牌 叫做剛剛那個LOGO 就是晶山所在 對 這是我做的LOGO 然後 可以看一下 好 可以了 對 那我們的品牌主要是做 藝術進駐 還有新秀車展人 還有空間租界這樣子的業務 對 那我覺得蠻酷的事情是 今天我們是來到開園 這是我們在談開園這件事情 那開園讓我想到就像是 安卓跟蘋果一樣是開放型的系統 一個封閉的系統 一個封閉的系統 那其實我大部分我對於 我對於封閉的話 我比較想到是大公司 in-house 或者是你在某個固定的體制下工作 那我在這邊想要 花後面的時間我前面討論太久 我想要討論的是開放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三個人都有 都是自己 都是一個不同領域的 像我是影視的 然後陶英文陣線的話 是比較偏社群還有甜調的 那新樂園亞平這邊 是比較偏藝術策展的 那其實就是落差蠻大的 對 這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我直接往後跳 然後我們在 我們在 我們這個品牌叫金山所在 那他顧名思義就在金山街裡面 那就在中立後站 那我們會選擇在這個地方去做 去租下這個空間 就是大概只花幾天的時間 就決定租下這個空間 原因是因為第一個 它其實周遭有 我們可以從 透過這個空間去 去觸角到新住民的文化 然後還有 還有老客家莊 還有一些 就是可能新 就是外配跟 可能跟這個社區的一些 就像我們認識的里長 他的老婆就是坤甸人 來自印尼坤甸 那他們 就是有一些 像他們會帶著他們自己家鄉的作物 像是香蘭 還有一些 一些種子之類的 然後都會種在他們一個神秘農場裡面 神秘的小農場 那我們在今年的 新秘車展裡面 我們就帶著這些藝術家 走到這些社區裡面 來看看他們的生活陽台 然後第一個就是讓他們 騎家的車走在中立的郊區 那我們 我們會這樣子安排行程 是因為大部分 因為中立真的有名的是工業區 然後是一個都市發展快速的一個符號存在 那我們決定說反其道而行 帶他們去郊區看看 其實也不錯 然後帶藝術家 剛好也 旁邊剛好有家 有別人三合一人在賽谷 然後我們的小都就索性的走進去說 可以讓他們看一下嗎 都市人沒有看過 喔好啊 然後我們就帶他 讓他們體驗一下這些 就是賽谷的這個動作 然後這是里長 這是我們 這是認識很久很久的里長 他就帶我們去逛他們的菜園 然後他菜園裡面有印尼很辣很辣辣椒 香蘭 還有他們自己這種南瓜 青椒等等的 那我覺得很酷的事情是 因為就是外景 就是移工啊 然後或者是外配這樣子 就是這樣 融入了大家 融入了客家人的生活 那其實從農田 還有他們的餐桌 都可以體現出這樣的一個很微妙的變化 那我們也將這些很微妙的變化 來讓這些藝術家們體驗 還有讓他們走進藝術 讓他們走進中立前站的一些新住民的商店 那我覺得蠻酷的事情 是有些藝術家跟我們反饋說 他們走進去說 就是有點置身於不同的國家一樣 有一種很莫名的抽屜感 他知道他在台灣 但是卻看不到任何中文字 讓他們覺得說 這種感受是蠻特別的 然後也帶他們到泰國的金色去參觀 那我現在拍的這張照片是他們的一個八神 就是他們星期 他是說星期一到星期日 每一天都有一個神 然後可能看你的身子 看你的時間點 你就可以去拜他 然後可以去祝福這樣子 然後他們 然後我們到了中平商圈 也看到了 他們就用很 就是很粗暴的方式來寫這些水果等等的東西 然後在下午的課又很跳痛 因為剛好其實這是在 這是在七月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帶這些藝術家來學習 那我覺得蠻酷的事情是 因為原本設計這堂課給藝術家的時候 我在思考說 會不會藝術家很反感 因為 因為其實在前陣子 就是有一些在網路上會炫耀自己 用Mid Journey或Stable Diffusion 去做出很酷的畫 很酷的圖畫 那有些藝術家其實會蠻反感說 那我們會不會以後沒工作 會不會被他們取代掉 那我們在這堂課裡面 我們就提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銀板造像術 我就說當時 大部分的藝術家都在追求寫實主義的時候 這個時候銀板造像術出來了 就是一個很可怕的機器 它可以很快的紀錄下 就是當那一刻最真實的面貌 那這樣子 那寫實主義又是什麼 那我們最後給他們的一個想法是說 這是我們自己討論出來的 就是 藝術會跟著科技走 譬如說我們 那我們會說藝術跟著科技走的原因是在於 可能當今天科技有些東西 突然間乍看是已經要 免壓掉寫實主義或免壓掉 我們現在的藝術家的同時 其實有些藝術的方向 他會找出一個 他會長出一些自己不同的方向去 繼續延伸出他們的美學性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酷的 我也跟他們講說 其實不要怕這些東西 那我們也用了 因為我找了老師他是讀博士 他現在讀機器學習 他有用了一些馬克夫鏈 荷蒙蒂卡羅這種演算模式 去跟他們說明說 他其實沒有聰明 他就是照樣照劇而已 他只是用了一些方式去 用了一些方式去產生這些畫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 使用這些東西的人 他在想什麼 而且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也有模擬說 你們測展的人 竟然要做一個測展 那你們是可以嘗試的 從TripGPT裡面 去模擬 譬如說我們可以 要模擬一些論述 模擬一些 你們可能要寫稿 邀請誰誰誰來展出這樣子 對 那 好 我剛剛突然挑 我剛剛調採集轉譯 那現在到了呈現 轉太快了 好 那在呈現的部分 我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這些新秀策展人 他們 就是經過這些課程之後 得到了一些東西 像是有一位藝術家 他就是可能之前就是 就是他有在國外讀過書 但是他在身處別的國家的時候 有種抽離感 那他就覺得說 他有一天他突然看到自己的 腳下的一些樹 樹木 然後他就覺得這些 植物好像都對他微笑 那我就 他就說 他就想要說 把 比如我剛剛有提到一些 新住民種的花 種的香蘭 來做這樣的一個呈現 還有 還有一位 就是他發現 中立有很多 很奇怪 就是莫名的深層在那邊的椅子 然後他就發現說 這些椅子有不同的用途 有些是拿來佔位置的 有些是回收的 有些是 下午 新街系河畔 稍微涼一點的時候 就很多人會聚集在那邊聊天 那他就 將這件事情做一個 跟自己做一個更深刻的連結 跟思考 就是說 可是這些椅子 是不是都已經開始有 這些椅子是不是 其實都有疊代一些不同的關係 像是說 有些椅子是聊天 有些椅子 它就是佔位置 那有些椅子 它就是 就是每一張椅子 都有一個自己的主人 在照料跟 坐在它上面 其實這些東西 它都是有一個固定的距離的 就像是我們前面 就像我們在疫情的時候 提到的社交距離一樣 就是它就有固定的距離了 你可能拉開它一點 它可能隔一天來坐的時候 就把椅子拉回原來的地方 就是它有發現 有這樣的很微妙的關係 好 我看一下 好像講太快 對 對 然後還有就是 還有一位 他是提到說 因為有一位藝術家 他自己就是新住民二代 然後他家裡 他三歲的時候搬來 從印尼搬來台灣 然後在印尼後站開餐廳 那他就是 可是他大部分都是 跟著台灣體制的教育 學習成長的 其實他對於自己家鄉的事情 並沒有太多的了解 然後他就思考說 他是不是可以透過 然後這一次的新秀策展人 跟著自己的家裡來做一道菜 譬如說做椰漿飯 然後他就跟他爸爸做椰漿飯的過程 給記錄下來 然後他也會在這過程中 可能尋找一些自己跟印尼的一個 這樣的連結 其實我覺得還蠻 其實還蠻特別的 就是這些藝術家經過這些走讀 還有到後站來看一些新住民的餐廳 我覺得都蠻 就是蠻特別 都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在 還有一個人是說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用 現在Google那麼方便 他可以拿相機來直接翻譯圖片上的東西 因為我們在中平商圈其實有很多段 是看不到任何中文字的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就是場域跟人的關係 去用這種Google翻譯出來 看是我們讀得懂的文字 這樣卻用不能明白的句子 這我覺得覺得 就是這些策展人的想法都還蠻酷的 就是蠻特別的這樣子 看一下喔 對 然後其實蠻 其實我最後要講的東西是蠻多組 就我剛才講TripGPT 那我自己心裡其實有個願望 是想要把人工智慧這堂課 放進策展的領域裡面 就是每一次都推進一點 每一次都推進一點 那像這一次我只是先教TripGPT 那可能 因為他們其實都有蠻多的想法 在他們的策展上面 那其中就是關於他們想要做那種 各種的感應裝置 那我就思考說 那是不是我可以 找一個 我是不是可以 教他們用TripGP去寫 Arduino的程式碼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現在 在中低的空間在做的事情 雖然跟導演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我在追求 沉浸感是 這是我在追求沉浸感的方向之一 對 這是我的分享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有問題要問他嗎 不用客氣 可以帶走 對 然後謝謝大家來聽 因為我已經在看人聯會辦 2020 2021 2223 第四年在看人聯會辦這種 藝術藝成鬼 其實我是覺得滿瘋狂的 因為我不確定 看人聯會的參與的人 會想要聽藝術跟社群的什麼 因為我知道所有的藝成鬼講的 都是我看不懂的技術 而且我就是個技術百吃 對 然後今年做的比較有趣 是我們現在的藝術空間 從中山去搬離 原因是我們因為都更 然後我們房子被拆了 因為房子也不是我的 他就算蓋好我也不會搬回來 因為台北的房價就非常貴 所以我們已經一口氣搬去桃園了 然後因為我自己是台北人 然後搬去桃園 我很關心這兩個地方的 某種上的差別 到最後同質性會越來越高這件事情 還有就是我以前我的學弟 他是個中立人 但是他覺得中立很無聊 桃園很無聊 每個禮拜都來台北 我說台北才無聊 就是我會覺得那個想像很奇怪 就是全台灣各地 有一個對台北的想像 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回到 比如說你不是台北人 回到你家去看看你家附近的廣告招牌 一定有一些詞 跟台北脫離不了關係 比如說中立後站有個建案 叫做金站中立吧 然後我看每次看著他 我就心裡想說 究竟有多麼想要成為 成為台北金站之類 然後搞不好有一天 我就會看到台中金站 然後台南金站 各地都有個金站 這件事就是無法理解的一種 對於台北的想像 那最有趣的就是大家可以去 我也不太知道 為什麼觀光客 都要來101旁邊逛百貨公司 你可能在A棟看到的 跟CDE裡面的品牌都長一樣 更有趣的是 我忘記是哪一家百貨 把整個大稻埕搬進去 然後我就心想說 你搬進去幹什麼 要這樣子 我就去大稻埕就好 為什麼要走進去 就是有一個荒謬的空間錯誌 在台北市不停的發生 那如果你今天是住在台北的人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台北市現在的都更是 平均一到兩個禮拜 就會拆掉一棟房子 一個月那一整排 五棟到十棟就會全部拆光 然後大概再隔一個月 威敵就會為好 然後大概兩三個月之後 他就開始挖土跟挖地基 這是我拍了一年之後 大概一年之後觀察他的速度 但唯一目前為止拆最慢的 就是中山北的國賓飯店 因為他們拆之前 我要講技術性問題 拆之前要把裡面所有的金屬結構 跟很多東西撤除 然後就一層一層拆 他拆到現在剩下三層樓 但其實國賓飯店很大 那大家為什麼不覺得台北市在都更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 中山北的樹沒有砍光 所以你不會感覺旁邊的房子拆掉 那個感覺差異就會不大 就覺得中山北還是長一樣 可是事實上他旁邊 全部都是歷史古蹟的街屋 那你為什麼沒發現呢 因為他全部用大型的廣告 砍板給遮起來 然後他拆之前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用藍白防部圍起來 然後當他拆下來的時候就消失了 你也不用提爆古蹟了 這個就是台北 那桃園現在的狀況是 他其實有非常多街屋 比如說他剛剛講的中平上圈 中平上圈走進去的右手邊 因為他總體有個岔路口 右手邊其實有一整棟非常漂亮的 結構的房子 雖然我不知道他以前是做什麼 然後直接到那邊就是有一個賣冰的 龍樹下 龍樹下 對龍樹下的冰店 然後他離五號倉庫非常近 那五號倉庫現在已經提定是古蹟 但他現在因為屋頂壞掉 所以沒辦法用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營運 但他至少是一個古蹟 但是現在桃園有個非常恐怖的交通建設 就是當他地下化石對這些古蹟的影響 那他想要變成一個更厲害的城市 時他勢必放棄掉非常多東西 那大家有看過地景藝術節嗎 就有機會再近年來看看 咱們的桃園地景藝術節 對每年都很歡迎大家來看 桃園地景藝術節呢 就是未來建設的重要指標 桃園未來大型重要建設的指標 都會在那裡 所以地景藝術節的某種程度 他是一個都市規劃的前導 那這個地景藝術節昨晚 會不會留下這個地景 未必 地景藝術節會不會帶來地方繁榮 耶 問號 所以其實今年這個議程我覺得很硬 然後就我其實真心感謝 就大家坐在這裡 因為我本來很害怕今天沒有人坐在這裡聽 就是這樣議題的東西 因為這個議題的東西 尤其是你在一個快速生活的台北 你很難發現的事情 你甚至是自己長在台北的人 他也不一定覺得這件事重要 他覺得越新越漂亮越好啊 他也不會覺得這件事重要 可是我覺得我非常有立場 我就是一個在台北長大死台北人 因為我去別地方念書 大家都會罵我台北人 就會覺得你都不知道 我們這些不是台北人的辛苦 我心裡想說 你要不要來嘗嘗什麼叫台北人的辛苦 你可以在你家旁邊巷口再買一棟房子 我家巷口我都摸不起了 我跟你講那個叫台北人的辛苦 就是你可以理解那種痛苦 你覺得便利可是我要付出的代價 他其實是長得不一樣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用很多程式語言 設備什麼之類的 每年都一直換一直更新 那是一個好像一種生活日常 可是有沒有想過說 我們今天更新的所有手機跟設備 最後這些東西最後去了哪裡 他到什麼地方被回收被分解 他對這個環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就所有的便利之下 他會造成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每次在邀請講者的時候 都有一個企圖 我又有企圖希望讓不了解 覺得我們好像在做沒有用事情的一群人 讓比較有能力在讓這件事情擴大的人 了解我們在幹嘛之後 也許大家可以用你們的專業 讓更多人去關心你 你現在站在的地方 那最後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什麼熱島效應了 最近新聞有個新名詞 熱島效應 已經沒有了 就最近有個新的名詞 就因為現在氣溫已經高到一個地步 熱島效應已經消失 但有另外一個名詞 是今天早上我新聞看到 就是大家可以去查 就是說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我們不只是上次春夏 春秋兩個季節 我們有可能以後所有的季節都是夏天 我們的農民地會失效 然後台北市的熱啊 這是我們製造的 我們追求進步跟我們買來的那個房子 所造成的那個結果 因為結果 因為我們所有的購買跟資本 沒有辦法回應到這塊土地 而且這個掠奪之後的結果 我們未必會承受 我們現在有能力去買房子 裝冷氣對不對 那這個資本的負擔成果越高 我們的下一代有沒有那個能力 這個我不敢保證 那海水會不會上升呢 我覺得一定會啦 對這個我覺得以後威尼斯在台灣 大家不用去意大利看了 我們就在台灣自己划船就好 也不用買車了 就是買那個水路兩用的車 因為我真的不覺得 我不覺得 應該說我現在的總監 我本人對於環境很在意 我雖然不能活千年萬年 但我也不希望這個環境消失 所以我找的主題議題 都是會回應環境的議題 除了我們2020年第一年參加的時候 我提的那個問題是 如果一個藝術空間消失 如果一個組織消失 我要怎麼開放我所有的資料 讓後面有人知道 只有那一年的時候 我的確是做Wikidata的那個 我們在操作Wikidata時的內容那一年 因為那個計畫 我們已經做到今年差不多要收尾 對因為我們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所有的資料要開放之前 會有著作權跟授權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然後再來是原生資料如何處理在利用 對那這也是我們正在處理的事情 那要怎麼樣讓大家知道我們怎麼處理的 就是等我們後年吧 我們後年會把這些東西整理成一本書 然後就是我講了很多廢話 我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